嗨,大家好,我是三毛 今天咱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护卫线 加装了哪些东西 提后来已经有10天了 今天刚好牌照也到了 我们顺便把牌照也装一下 看,这是我的新牌照 刚好是87年12月 是我的生日,特别好啊 先擦一下 看看,看看我的小能手 真的多 来,我来帮助你 轻轻生生就可以装好了 这玩意又是冷,不冷干啥的? 这个是没有 好了,我们从后面来说一下啊 这个是我家中的一个后尾箱垫 这个是一套的 包括前面的脚垫和后尾箱垫 是400多块钱吧 然后这个是保护套 拖备箱的保护套 我觉得这个非常实用啊 这是补锈钢的 就拿东西的时候啊,不会这样拖坏 把这个东西把漆拖掉 然后下面加装了一个这个防静电的拖带 这个拖带是68块钱 还挺好的 试炼我看上去还可以 主要是冬天的话烤火出来的时候 就会有这种静电触感还是挺挺麻的 然后加装另外一个好处是灰尘 也会少一些 然后侧面的话我就加装了一个这样的踏板 这个踏板的话它是圆肠的 我是用那个圆肠送的那个脚垫 然后折线 然后再加了一点点钱 就加装了这个 这个质量的话我觉得很一般吧 不能说很好 但是还是能用 不知道能用多久啊 并且它这个圆肠它不是无所安装 它是要锯开那个 那个下线路的护板才能装得下 并且还要拆掉两侧的那个护板 看 看下这个效果 我觉得一般吧 也拆也拆不坏 但是它这个质感不是特别好 有些人有作用的话 老人小孩 下下车的话是方便一些 对于我个人来说这个可有可无 请确认钥匙是否在车内 一脚的话就可以直接上车 这边的话就装了一个不锈钢的门槛条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实用的 但是咱们买的话 如果买这种全包围脚垫的话 就不需要买里面这一块 因为如果买里面一块 它完全罩住了 根本就看不到 所以也没有这个必要来浪费的 所以只要买外面这一块就可以了 然后类似的话 我就加装了一个方向盘套 这个方向盘套挺好用的 90多块钱吧 发毛皮加那个针皮打孔的 我觉得挺好用的 主要是冬天的话 如果这个方向盘加热的话 我估计要把它拆了才好用 这个外面的话 隔热的话挺厚的 冬天的话就不需要带了 夏天的话主要是防止这个手出汗 我这个手特别容易出汗 所以买这种帆毛皮的 里面那个是皮子的 我怕出汗的话 夏天一摸就能打滑 然后贴了一些这个膜 然后买了这个小挂钩 也挺实用的 虽然很小巧 但是要挂个什么小东西 还是特别方便的 然后这边我做电套呢 没有加装 我就买了两套这个靠枕 这个是腰拖 然后这个是头枕 这都是里面是乳胶的 挺舒服的 就是有点贵 这两套500多块钱 还有这个烟灰缸 30多块钱吧 我那边买了那个屏幕钢化膜 在群主那里买的 买了一块大的一块小的 虽然很便宜 但是真的没有脑用 给人感觉就是上车就很邋遢的那种感觉 满屏全都是指纹 真的是得晃了 要把它晃成那种防指纹的 必须给它接了 然后我就放了一个小摆件 中国加油的一个国旗和党旗 我觉得这个车摆上这个还是挺气派的 虽然有点小装 但是摆在这个车上面有这个自信 如果是让我摆在日常车上面 我觉得可能会被人喷 然后这里我贴了一个手机支架 这个是锡盘式的 随便哪里都可以贴 但是这个车玻璃窗上面也不能贴 这个车玻璃窗经常要升降的 所以不能贴 我就贴了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刚刚好 然后这边呢 这个上面买了一块小垫子 我没有其他灰色的买 它只有这个黑色的 如果是灰色的话好一点 但是这个黑色的很吸热 然后这个刮钩非常的实用 然后我买了这种可以收缩的垃圾桶 挺好用的 这个挺实用 我就喜欢这种实用的东西 还有那种可以贴在上面的那种垃圾袋 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实用一些 买个垃圾袋套一下就可以 如果小孩子要撒尿的话 直接往里面一撒就可以 垃圾袋一丢 简绝 这个里面 这个是我自己做了一个刮钩 这个是钩轮胎里面的小石子的 就是我刚刚做好这把钩子的时候 就检查出我的轮胎 开回来才三天就检查出 上面扎了一个大钉子 去修了一下 25块钱搞定 虽然不贵 但是挺扎心的 然后里面背了一把伞 然后这个也是伞 这个是遮阳伞 挡前面的那个玻璃的 挡一把台的 夏天的话很热的 把它上面挡一挡 然后这边呢我更换了四个气门嘴的嘴帽 我就是担心家里面有小孩 然后到外面去的话 把这些调皮捣蛋的人啊 把这个气给你放了 那就完蛋了 至少加上这个的话 手还是拧不开 还是稍微的安全一点点 然后这边就是车身上的各种贴体啊 这个我觉得是特别实用的 尤其是对于我那个车库啊 我车库比较小 然后车又大 门不能完全打开 所以一拉的话就撞墙 一拉的话就撞墙啊 看这个墙上面都是一道一道的装这么深 所以建议大家 这个东西还是一定得推上啊 非常实用 到两边反光镜 我也给它贴了一下 这个也不贵 也只有二三十块钱嘛 就买好几条 给它贴上的话非常管用啊 好了 咱们现在把这个大家伙 开到这个车库里面来了啊 开进来一感觉这个车是真的大 显得我这个车库特别小啊 这个5米4的车库 加上这个4米82的这个大家伙 停在这个里面啊 停的是忙忙当当的 所以我停车的话不能放在正中间啊 放正中间的话 两边打开的门的话就会撞到墙 刚刚的墙呢已经被我撞坏了好几道了 然后这个充电枪呢 我是加了三百块钱 升级了这个7000瓦 充电速度还是要快很多啊 之前那个3.3千瓦的这个充电速度太慢了 这个还是给力啊 好了以上加装的就是这些东西了 然后还有这个下面呢 有一个电池包护板和那个发动机护板 也是原厂的 加钱买的是一千零八十块钱吧 好像是 然后 还有一个行车记录仪 那个那个 防炫目的后视镜啊 就是那个装到上面都没有去装 当然我看了一下 咱们这个车是有三六有那个行车记录仪的啊 有那么千零眼 只是还没有开发出来 现在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话也是可以用的 所以我就暂时没有去加装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加装的话也要一千多块钱吧 然后还有那个全床的膜啊 原厂送的那个膜 我现在还没有去贴 因为那天搞的比较晚就没有贴了 所以等到第一次保养的话 第一次保养看去看一下要不要升级一下 有没有必要要贴 刚好那个时候也是六七月份了 也能体会到那种感觉啊 如果被太阳晒得很晒的话 到时候再去贴吧 好了 今天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